头条我们要关注的是一直外扩的尾巴战士 他向鸿海外扩 伊朗支持的夜门武装组织青年运动 1月9号在鸿海发动空袭 攻击了至少50艘商船 由鸿海航运攸关欧美的供应链 所以英美的联军舰队出手极落 多架无人机和巡弋飞弹 而宇军持续轰炸核心战场加萨 这星期有数百平民炸死 CNN记者跟着宇军进入加萨南部一个地道 深层地下七层 那么深达地下七层 地道里面从抽水马桶必要管线墙上 甚至有瓷砖和粉刷 看起来设备完整 以色列军队认为这里曾经囚禁过以色列的人质 以巴战是网离巴嫩与鸿海两方向蔓延 1月9日鸿海商船航线上共有50艘商船报告遭到袭击 这是11月19日以来 燕门胡塞叛军武装组织青年运动 对鸿海商船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 鸿海航运保守估计占全球航运量15% 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做出要求停火的决议 11票赞成0票反对 弃权4票包含中国与俄罗斯 令我们担忧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甚至带来消极后果 导致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英军这次行动算是亏本 海毒舍飞弹每枚造价超过100万英镑 相当新台币3960万元 不确定花了几枚飞弹 打下7架无人机 若无人机是伊朗制 见证者一三六行 7架总价顶多35万欧元 约1192万台币 但鸿海航线攸关欧美供应链 一月份运费已涨了至少30% 越门青年运动完全没打算理会 安理会的决议 声称将继续阻止 运送支援给犹太富国主义的船只 行进红海 直到巴勒斯坦难民们得到人道待遇 回到核心战场 乙军继续进攻加萨中南部 完全没有如先前声称的减弱攻击力道 本周至今空袭杀死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 乙军的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地道 生活在地面的巴勒斯坦平民 仿佛只是必须牺牲的阻挡物 隐称焦土的加萨 每天都有充满悲愤的葬礼 巴勒斯坦平民们被迫与挚爱的亲友 极度潦草的人间告别 平民们在战场上仿佛 以没有存在感 乙军的目标是摧毁这些哈马斯地道 CNN记者跟着乙军进入加萨南部 汉尤尼斯的一条地道 深达65英尺 等于地表向下七层楼深 光线不可能透进又紧贴头顶 完全足以让人忧蔽恐惧症发作 地道内从抽水马桶 必要的管线 到墙上的瓷砖与粉刷 设备很完整 乙军认为这里曾经囚禁过以色列人质 在地面上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 愤怒的聚集在拉玛拉街上 抗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 布林肯在1月10日离开以色列 之后才来会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布林肯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与以色列和平共存 表示已获得中东多国承诺 协助加萨战后重建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相当愤怒 因为加萨还在天天挨炸 230万人面临生命危险 现在谈重建实在太早 阿拉伯世界也自由主张 美国口中的以巴两国论 外交与会上就是关系正常化 但联合国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声明表示 应该先让巴勒斯坦与世界关系正常化 从观察员升级为成员国 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代表们要求 联合国安理会下周开会讨论加萨问题 阿巴斯并飞往约旦 会晤约旦国王与埃及领导人 得到这两国的支持 同声谴责以色列 正在驱赶巴勒斯坦人离开加萨 但以色列对于美国的调停 似乎也是听听而已 因为纳坦雅胡新内阁上任以来的实际行动 可从来没有配合美国的 以巴两国论计划 美国试图要用以色列优先的单位角度 处理以巴问题 以巴双方甚至阿拉伯世界 似乎都不买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